哈囉!大家好!我是Presa Satcha 大家好!我是Satcha 今天呢是聖誕節特別企劃 要來跟大家分享 台灣男生和日本男生最想收到的聖誕禮物TOP5 耶! 今天呢我是邀請到了日韓旅遊Youtuber的 艾琳 歡迎歡迎 啊!我是艾琳 那今天這支影片是針對男生的部分 在艾琳的頻道中我們有一起拍 日本女生 跟台灣女生最想收到的聖誕禮物TOP5 對對對!就是我是男生版還是女生版 然後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比對一下 就是男生想要收到的聖誕禮物是不是 也會差很多 對!我想男生應該也是有差的 其實我現在已經看到我的門單 我就覺得日本男生應該不會喜歡這些東西 喔!真的嗎? 我們直接來開始好了 好好好 那日本男生最想收到的東西 第五名是出演グッズ 就是吸煙的東西 那女生都會希望你不要吸煙 然後可以送你吸煙的東西 對!沒錯! 我覺得不簡單 日本人可能真的就是偷煙的人比較多 而且像日本的那個餐廳都可以 就幾乎有那個吸煙型 男生會想要的東西可能是那種 吸帶式的煙灰缸 或者是說他可能 開始想要接煙的人就會送他電子煙 可能比較好一些這樣子 接下來是台灣男生的第五名 台灣男生最想收到的聖誕禮物 第五名是刮鬍刀 喔!這個也很實用啊 我覺得很難的地方是女生對刮鬍刀牌子一無所知 喔!對!因為我也是完全不懂 可是我真的沒有送過 刮鬍刀耶 上網搜尋說 哪一個牌子 男生比較喜歡 你是買給台灣男生 喔!對對對 喔!台灣男生看起來他們真的蠻想收到的 哇!有準有準 好!那日本男生最想收到的 禮物第四名是 手錶 對對對 我覺得手錶這個東西 不管是男生女生收到還是什麼都會蠻開心的 可是他自己應該有啦 可能都會想要換 就是搭配衣服想要換 有一種手錶 怎樣都不嫌多的那種感覺 就男生的衣服 就是他們的手錶 對對對 而且那個在女生那邊可能手錶也是有上榜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特別是什麼 對錶啊 其實日本還蠻喜歡一對的東西 就不見得是手錶 可能是 項鍊啊 手錶啊什麼的 所以他可能會希望 雖然是收到手錶 但是我們兩個是有一對的 那我現在又很不好意思說出 台灣男生想要收到的 真的嗎?為什麼?為什麼? 第四名的聖誕禮物是 遊戲機 喔!遊戲! 像什麼PS4的遊戲 裡面的遊戲 或者是那一台 或者是Switch之類的東西 覺得他日本女生的話 應該是會 意想不到 男生會想要這個東西 而且他自己 也完全在挑選男朋友的禮物當中 應該是 完全不會想到遊戲這一塊 我也不會想到欸 我覺得是因為 聖誕節對於日本來說 就是有點像 情人節一樣 就是一個浪漫的日子 會想要送 應該說 有點浪漫一點的東西 這也不是說遊戲機不浪漫 就是說 好像 好像就是會想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蠻意外的 我覺得日本男生 如果說要女朋友送他這個 感覺上他會不會自尊心受創 不然我在你的眼中 是打遊戲 我也不曉得 可是因為日本人也很喜歡 就是Switch啊 PS4啊等等 就是其實很多人家裡 就是自己也都有 也很喜歡 日本也很喜歡玩電動啦 對 只是說女生可能不見得 會想到要送這個東西給他 在台灣很多 很多男女朋友 會一起打電動的 所以如果說他們是這種類型的男女朋友的話 他們就會送一個 然後一起玩 也是啦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不過我覺得 收到的遊戲 應該也不會是不開心吧 感覺 男生會開心啦 這個是第四名的部分 已經開始出現巨大的文化 好 那第三名 日本男生最想要收到的禮物是 那這個錢包的話呢 就是 就是 這個我覺得是跟台灣不一樣 是那個 啊對 因為台灣 應該不會想要籤筆盒對不對 但是 但是日本男生平常穿西裝的機率蠻高的 然後可能都在提那個公式包 那他可能也需要就是說 一個 比較符合上班用的 簡單地露的那一種 鉛筆盒 還有那個 這個也是在台灣的排行榜 我們有看到的 是那個 鑰匙夾 它不是一個圈 對 因為台灣比較多是鑰匙圈 對 因為鑰匙圈的話 那個叫 但比較想要的是 就可能是 有那種皮的 可以包起來的那種 其實讓我有一些靈感耶 因為我原本也在煩惱 我不知道聖誕節要做什麼 可以喔 可以送他這個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送聖誕禮物了 喔 真的喔 因為我自己本身 感覺是很喜歡驚喜 然後也喜歡給別人驚喜的人 所以 我好像就是 都會想要送 對 那台灣男生最想要收到的禮物 第三名是 包包或者是鞋子 喔 想到這個包包 我就 覺得 非常驕傲 這個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去挑的 好看耶 這個算是公式包嗎 對公式包 就是 就這樣提在手上 就真的穿什麼這樣提的 就很好看耶 喔 對耶 這個真的是我目前覺得 我送到我覺得 嗯 我最驕傲的東西 喔 真的耶 我覺得那個 是那種包包皮夾類 台灣男生也會喜歡嗎 但是 剛剛你講到的一點就是 鞋子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跟日本是不一樣的 因為鞋子啊 我就沒有在 日本的排行榜上面 看到鞋子這塊 我覺得是因為 日本的男生 很特別注重鞋子這個東西 好像對鞋子 都有很多的自己的堅持 所以可能就是會怕女朋友 送到自己不喜歡的 因為他們可能寧願 就自己去買這樣我覺得 就怕說 女朋友特地買了一雙 但是自己不喜歡穿 對 或者是沒有試穿不知道好不好這樣 對 我覺得日本男生 對鞋子就是那個要求啊 好像有一些執著這樣子的感覺 如果說可以在聖誕節的時候 收到女生送的他們 就女生覺得好看的包包跟鞋子 他們就不用自己去煩惱 什麼東西要自己去挑 會好看 喔 是這樣子嗎 喔 了解了解 因為其實你剛剛講到的這個 包包跟鞋子啊 我都有送給台灣男生過 因為我感覺就是 他們可能會想要那個東西 喔 哇 對 然後我就有送過 而且尤其是鞋子 那台灣不是有一個習俗就是說 送鞋子不好 會叫送走 對不對 所以他就真的給我一塊 給你一塊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付你一塊好像是 跟你買的一樣 但是就是不行 對對對 我真的有遇過喔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還蠻多台灣人會信這個的 送三送鞋啊 可能就會給你一塊十塊 我真的不能送中 對 送中是絕對不行的 所以我現在要講一個 政治文化差異 因為第二名台灣男生想要收到的聖誕禮物 會是3C產品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喜歡3C 因為在女生那邊其實 又上班3C的東西 對對 對 就像是 鍵盤嗎 有人送鍵盤嗎 我跟你說 這不是普通的鍵盤 這個是機械式鍵盤 這個是我最近 這個是我最近買給自己的 因為機械式鍵盤 他用的那個軸非常的貴 我覺得這個真的啊 也是 女生 完完全全想不到要送鍵盤這種東西 欸 這是機械鍵盤 你按按看 欸 等一下我可以在這邊問一下嗎 台灣的女生 你有送過鍵盤給男生嗎 請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很好奇 真的有人會送鍵盤嗎 我覺得這個是 男生會表示他們會想要 可是真的 因為有一個好的鍵盤 因為就是日常用嘛 這個是非常私有的東西 但是 就完全沒有想說 是在聖誕禮物中會出現的名單這樣 這很有趣欸 因為我以前在科技業上班 然後就是 真的就是像 很多大電動的玩家 他們會很重視說 他用的鍵盤要是 就是可能他的軸是這種 打起來很爽 或者是其他3C產品 像是 SSD 或者是那些 對 這個SSD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對對對 那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不是業配喔 但是 我是在日本的排行榜上面 看作第一名 然後我自己買也覺得很好用 就是防摔又防水 然後我跟很多日本人工作的時候 發現他們也都是用這個 所以 如果你有想要送給台灣男朋友 SSD的話 你們可以考慮看看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很小 對很薄 而且它就是可以直接掛在包包啊 對啊 然後就有500G耶 我自己是500G 大概有更大容量的 因為這個只比隨身碟大一點點而已 對很輕 這個不錯 然後還有講到音響對不對 欸可是這個是台灣男生想要的啊 對我跟你說 台灣男生真的想要沒錯 因為我就有送過音響 那種手提示音響 因為 畢竟大家可能都會送一些 你自己想要的東西嘛 對 然後就送給對方 然後我就真的有送過音響 因為他好像覺得說 就是我們家可能聽音樂 都沒有什麼音響 可是用手機在聽音樂 他覺得很不可思議 然後他就送我音響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已經看到說 其實台灣男生想要收到 跟日本男生想要收到 真的完全不一樣 從來一個都沒有重複欸 就是台灣男生就走一個實用路線 就是希望你送我 我真的會用的東西 對而且 日本男生也是收到會用的 可是那個感覺不太一樣 對就是日本男生用的東西 好像都是一些 就小物比較多 然後台灣男生是 3C的實用的東西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在日本女生 跟台灣女生的道理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剛才在分享的時候 不是一模一樣的狀況出現 日本男生最想收到的聖誕禮物 第一名 是生衣裏物 就是說有刻名字的東西 對那這個刻名字的東西 它還蠻廣泛的 就是像最受歡迎的第一個就是 ボールペン 那個原子筆 就是有自己名字的原子筆 因為是不是鋼筆啊 對對對那種鋼筆 因為可能就是上班族 會需要一些比較好的鋼筆 對 所以就是有刻名字 那個會真的很受歡迎 而且一支鋼筆 好的也超貴的 對 超貴超貴 然後呢還有一個 台灣人會一個會跌破眼鏡的是 呃有刻名字的喝啤酒的大杯子 蛤 等一下 這個東西就放在家裡 還是它要帶出去喝啤酒 這個帶出去應該不會啦 就是家裡喝在家裡喝 對 可是在家裡都這樣看不到啦 喔可能就是自己在家裡用得開心吧 好那台灣男生最想收到的聖誕禮物 第一名是 手錶 喔手錶 重複了重複了 可以理解 我覺得這手錶啊 就是我們講個結論 不管是台灣男生女生 或者是日本男生女生 有一個共通的就是手錶 手錶可能就是每天會帶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手錶真的不嫌多耶 因為我覺得 對就是 因為可能你每天 那你可能偶爾也會想要搭衣服換一下之類的 對就很像是衣服不會嫌多一樣 就是不同的場合搭配不同的手錶 而且我覺得手錶是不是也是一個 稍微貴一點點的東西 當然雖然說價格很多啦 對 自己不見得捨得買的東西 別人送應該都會特別開心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有一個 就是送禮物的重點 真的是說 要送的那個東西是 他就算已經有了 他很想收到的東西 嗯 我覺得這很重要 最怕收到那些很不好用的東西像是娃娃 對 還有我這邊要參一個話題 就是 我看了很多的日本排行榜 然後有看到一些女生們在討論說 欸如果 我送的禮物呢 超越了男朋友送給我的東西的價格的話 那男生會不會在意他的自尊心會不會怎麼樣 他覺得男生在意面子 對對對 所以就是可能會有點在意 那我看到男生的這個回覆啊 都是講說 就是說 只要有禮物就很開心了 對 那或者是講說 嬉しいけど 負擔がかからないか心配 就是說 欸雖然很開心但是 會擔心對方會不會負擔太重 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類有趣的禮物 我在排行榜外有看到的 第一個是 這個光聽名字就很奇怪吧 育育就是養育嘛 培育的意思 然後 毛巾欸 培育 養育的毛巾是什麼東西呢 寵物毛巾 對 那他的那個毛巾的意思 我看得很嚇到 我想說他是什麼東西 結果呢 他是說 每用一次他就會 越柔軟 所以你就會很期待下一次用它 那是新產品嗎 呃我也是最近才看到 才認識到的 那還有一個排行版之外的東西 是 這是這種 然後枕頭是 啊啊啊啊啊 枕頭 對 枕頭就是說 好脆的枕頭這樣子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 蠻實用的東西 但是日本 思想的實用 跟台灣 思想的實用 好像剛好那個類別不一樣 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可能日本這種家用 像套的啊 這種毛巾啊 枕頭 那台灣可能是 3C的東西 科技的東西比較多 對不對 但是都是實用的東西 我覺得是 應該是說 台灣沒有這種 這麼可愛的毛巾 比較難找到 所以我們不會往這個方向去想 可是日本的實用小物是 真的可以把它做到很精緻 而且尤其是 我覺得在台灣 我好像比較沒有看過 有人在送毛巾這個東西 對不對 做很low啊 那個 對台灣人好像會有一個這個感覺 但是對日本來說呢 送好的毛巾是非常實用 然後也讓人很開心的禮物 對 因為像日本的這個結婚啊 也會送那個結婚禮物 那結婚禮物的時候 就是那種比較高級的毛巾 就是非常定番的 就是比較 比較安全牌的禮物 就是大家一定會用的 所以毛巾在日本算是一個 蠻受歡迎的禮物這樣子 原來如此 哇 掌見識了 掌見識了 今天真的太有趣了 男生跟女生真的有差 而且台灣跟日本也真的有差 就是那個實用的 對實用的想法不太一樣 對對對 我覺得很有趣 好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分享 就到這邊 那如果想要看台灣女生 日本女生想要收到的東西的話 請看艾琳的我們一起拍的頻道 這邊 對 然後也別忘記幫我們按讚 留言 訂閱頻道喔 歡迎大家就是留言告訴我說 你送給你的女朋友 送給你的男朋友 過什麼樣的禮物 我也很好奇 歡迎告訴我 好 那我們其他的內別影片在這邊 也歡迎看看 那平常又用Facebook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也歡迎看看 那我們 聖誕快樂 掰掰